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22日 南半球悉尼的春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51集里 介绍了户外养好卡特兰小苗的二次换盆方法 今天这个视频先分享一盆 用这个方法三年不到 顺利开花了的卡特兰小苗 然后通过给几盆小苗的第二次换盆 进一步说明这个方法的细节和注意事项 供大家参考 这颗三年不到就开花的小卡 叫红粉女郎 它一周前开始开花 一只花剑长了五朵花 加上一个马上就要开的花苞 花唇是深粉浅粉加黄色三种颜色 它的植株很小 囚径加上叶子 二十公分都不到 可它的粉色花瓣呢 却不小 单个就有五公分 六朵花挤在一起 组成一盆盆盆花 有二十多公分长 在小植株上很是可爱 还忘了红粉女郎很香 所以小猪型大盆花加上非常香 这种小卡卡特兰呢还是很推荐的 粉红女郎 是从小苗养起的 可以看到最早的三个囚径很小 第一次换盆 用了户外拌水培懒人方法 利用小苗洗水的特性 很快长出了两个粗状囚径 然后为了避免烂根 在上个春天进行了第二次换盆 长了最粗的新囚径后 现在顺利开花 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这是很快的 因为一般小苗到开花 给卡特兰的话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 除了品种本身的因素 两次换盆方法的好处 还是非常明显的 下面就通过几盆小苗的第二次换盆 来说明这个方法的细节和注意事项 这四颗小苗经过第一次换盆 现在是用拌水培户外拦人的方式在养 它的盆有侧孔 底霉孔 底部可以存一点水 植料是桃粒 另外第一次换盆时 小苗的根基本没有触动 所以保留了最早的一些植料 在51级有第一次换盆的具体操作 因为卡特兰小小苗洗水 现在它们生长旺盛 长得很好 根肾叶茂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还要第二次换盆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希望卡特兰尽早开花 这就需要调节环境 让它从营养生长 转为生殖生长 第二呢 卡特兰是喜欢潮湿偏干的环境 因为它有囚禁可以自我调节水分 过湿呢 就会造成烂根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第二次换盆 第二次换盆的条件 就是第一最好是在春天 第二是根长得很多 已经长到盆底了 第三是至少要有一两个粗状的囚禁 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呢 就可以先等等 另外如果已经有烂根了 特别是冬天已经烂根了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先降低一下侧孔的位置 或者呢 遮雨 减少呢 浇水 这样使那个整个情况比较干燥 就等着春天 来了以后呢 再进行第二次换盆 检查了 把这四盆呢 都检查一下 它们呢 都有很多的根 都长到盆底了 而且都有了粗状的囚禁 至少有两个以上吧 而且现在是春天 所以我们现在就给它们来做 这个第二次换盆的动作 现在呢 现在呢 就来给第二次换盆做托盆 还是很容易就把它拿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里边的质料呢 因为第一次换盆的时候 它的原质料 我基本没怎么动 因为怕出动根 所以没怎么动 除了桃力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质料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现在 关键呢 是我们要把原来最早的那些水苔 要给它去掉 这是最容易腐烂的东西 因为我们换了这次盆以后 就希望呢 早长时间不动它了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水苔 原来的水苔清掉 这时候的根和第一次换盆的时候的根 就很不一样了 它比较不怕出动 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个水苔 老旧水苔给清掉 现在就总的来说呢 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根也没有太多的烂的东西 现在把它除掉 这就是第二次换盆的托盆 去掉旧水苔修剪烂根 再来看第二次换盆用的盆 这个盆呢 底是有孔的 是有孔的 另外呢 这个第二次换盆的盆呢 需要体积小一些 长大的小苗 因为有囚境 它可以自己自我调节存水 所以比较耐干 我们用这样的盆呢 就可以避免存水烂根 另外体积小 盆的体积小 就可以限制兰花 只长根 只长根 不开花 这样就可以让它从营养生长 转到生殖生长 让它尽早开花了 这就是第二次换盆应该用的盆 这是第二点 第二次换盆的第三点 要注意的就是它的质料 我是用树皮作为主要质料的 因为它保水 另外呢 也可以 它本身是有机物 也可以提供一些养分 再有还保留了一些 刚刚脱盆 留下来的旧桃栗 因为它本身是无机物 不会腐烂 另外呢 它本身还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蓝菌 对兰花的生长呢 是有利的 所以第二次换盆的质料 主要的就是树皮 另外呢 可以保留一些旧的质料 这样它可以把原来的蓝菌呢 带过来 对兰花生长有利 这样就照顾到小苗 不同生长阶段的不同特性 让卡特兰小苗 它能继续快速生长 同时呢 顺利过渡到生殖阶段 让它为开花做准备 关于第二次换盆的盆 刚才提到要体积小 就是说呢 口径 这个盆的口径要合适 不要过大 也可以呢 选择浅盆 我就拿这一盆 这另外的一个小苗的第二次换盆 来做栗子 它这个根还是不错的 脱了根了还是不错的 我就用这种浅盆 就是比较浅 就是比较浅 不用那么深的盆呢 来种这样 来种这个第二次换盆 给这个小苗第二次换盆 这样呢 它的体积小就行 另外呢 还要说明 就是说第二次换盆用的盆呢 可以用塑料盆 也可以用透明盆 用桃盆也是可以的 像我给那个红粉女郎 就是用的桃盆做的第二次换盆 这就是我让小苗 卡特兰小苗尽早开花的换盆的实际操作 希望呢 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讲了 同时还提醒了一些关键点 就是在脱盆的时候 盆的要求 还有第二次换盆需要的资料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这个视频现在就结束了 祝大家养蓝快乐 下次再会 再见